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 开场嘉宾赵文卓 掌声欢迎 请坐 欢迎卓哥 来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赵文卓 祝大家小年快乐 欢迎卓哥 卓哥是我们河南卫视的老朋友了 卓哥 我有一个小问题 想要请教您 能不能给我们这些门外人 说一说习武之人 最重要的 最根本的是什么 我当时学武术的第一堂课 就是讲礼 抱拳礼 就是这个 他这有说法的 武术的抱拳礼是 右手维拳代表我的力量 就我所有的能量 我的力量 就是我很厉害 但是我用左掌 把它盖住 遮住一半 表示对你的尊重 学到了 学到了 卓哥 刚才我在舞台上 看到孩子们在庄上 跳跃的那些动作 既精彩 但是同时也很惊险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所以这帮孩子肯定是 下了很多的功夫 才能练到今天的这个成绩 这样吧 让孩子们把这个石头摘掉 然后表演一段怎么样 好 来 掌声鼓励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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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好 太精彩了 今天我们就来个锦上添花吧 怎么样 南海省狮 有着狮子点睛 繁荣富贵这一说法 今天在现场呢 我们就请卓哥 为狮点睛 为我们开启 新一年的好运吧 好 有请省狮登场 有请 贵人贵手拿贵笔 请卓哥点睛 好 一点眼睛 眼观六路 蓬城万里 二点口力 笑口常开 大吉大利 三点额头 福星高照 年头顺到年尾 太好了 点睛完成 好运 已开启 再次感谢卓哥 谢谢您 谢谢 新年快乐 谢谢卓哥 谢谢卓哥 小年夜快乐